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十万年不济女色的尊神都对红尘动了心思 也琢磨着这悠悠转醒的莫冤上神 怕是也终有一日会动红尘之心 俗话说 不会掐散的神仙算不得神仙 同理可得 不会未雨绸缪的神仙也算不得神仙 这不 想着莫冤上神终有一日也会动红尘心思 各家的神女仙女 几乎算是出尽百宝 只想着如何能在冰藏之礼上 被莫冤上神高看一眼 即便是不能被莫冤上神青睐 想必那日也定然会有别的位高权重的神君在 俨然 大家已经把清秋的这一场冰藏之礼 当作了神族的相亲大会了 神女描眉化言 神君意识争先进行倜躺 以至于凤九才出现在冰藏之礼的时候 被眼前的景象震惊的都忘记了 今日究竟是有什么大事了 但这都是后话 关于那日的冰藏之礼 从一早开始便展露了不寻常之处 且看我慢慢说来 是日 青秋的灵鸟在青秋的墨色 尚未退去之时便开始鸣唱 远山的墨色在灵鸟的鸣唱声中一点点消退 取而代之的便是格外明样的山间七远 远处雾蓝消散 太阳折射出七彩的光芒 柔软的洒在青秋的每一寸土地 四海八荒的神仙们说 今日的太阳出生的格外早些 凤九今日起来后 在衣柜里打亮了一圈 想起是爷爷种下的阵法 恐怕是难应对些 索性选了一件袖口收紧的衣裳 没有寻常脱置地面的裙摆 也没有宽敞流线的袖子 一身衣裳腰部和袖口收紧 寻下摆正好盖住斜面 头发挽起了一个利落的发际 垂下的部分也服贴的服在后背 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庞为湿粉带 却因为天气的原因 又或是心情极好的原因 竟有人略失装点的效果 眉不化而黑 睫毛浓密且纤长 弯弯地瞧着 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衬托得更加的楚楚动人 白皙的脸上大约是因为七月的灼热 有了一抹淡淡的红 两片薄薄的嘴唇 自然地比敏在一起 唇色更是有着自然的红 一时之间竟不知究竟是心情好使凤九的气色好 还是因为与帝君在一起后 被帝君保护得好 总之 当凤九走出竹楼 见到他爷爷奶奶阿爹阿娘的时候 四位长辈看着眼前九尾狐足的这个小狐狸 满心满眼都是止不住的喜欢 今日不仅是白家的神仙都在 凤九的姥姥扶命仙母 也是挟着赤狐足的神仙们来到青秋 见到一身红衣的凤九 在清晨的恩泽众 瑟爽地站着 拂命仙母眼睛瞬间迷成一条缝 赤狐足的优良血统自不必说 可偏偏自家这外僧女 又不仅仅是赤狐 更添了九尾狐足的血统 赤狐足的美艳妖媚 遇上九尾狐足的飘然出尘 两两相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 而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这也是为何凤九虽然是九尾狐足 年纪最小的神仙 可却总是在一平一笑间 偶尔透露着美艳绝伦的气息 这样的小狐狸 莫说是寻常神仙 便是东华帝君也将之视为珍宝 因为今日家长们的到来 凤九心中难免有些慌 怕在想 今日帝君也会来 四海八荒的神仙恐怕也会来不少 自己可大日子 可不能出什么差错 否则岂不是给大家丢脸 大约是看出了凤九的紧张 白针上神从狐狸洞出来后 将凤九喊了过去 两人进了狐狸洞便再也没出来 狐狸洞外 白纸帝君被狐后念叨着 反复叮嘱不能给凤九种太难的阵法 狐后宁长一边说着 站在一旁的扶命仙母 也不住地点头 他老人家的期待 便是他的外孙女顺顺利利地醒了冰藏之礼 安安稳稳地做青秋女君 然后做个好日子与东华帝君大婚 有了东华帝君这样厉害的夫君 莫说是青秋 四海八荒之内 他的外孙女绝不会被欺负 这也算是彻底了了他老人家的一个心愿 一个定要给凤九丫头 找一个厉害的夫君帮衬他的心愿 白纸帝君不知有没有将自家夫人的话听进心里 只是嘴上一直阴着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前往了唐庭山 却在刚到唐庭山的时候闪了眼 白纤已经挽着 叶华君连带着天族一众有头有脸的神仙 厚在了那里 那群有头有脸的神仙 包括了天族的连三殿下 甚少出门的领宝天尊 很少露面的寒山真人 以及其他府邸的各路神仙 叶华君见到白纸帝君和胡后 更是予以有节恭敬大方的心里问好 又将天君的祝福一并转告后 才自觉地站在了白纸帝君的一侧 有头却看了一遍 问着另一边粉衣衫的哲言上神道 怎么没见到白真上神 原本 叶华君是并不关心白真上神的 可今日因为方才在等候的时候 听说了不少新鲜事 眼下对于白真上神的出现 他倒是充满了好奇 此时说来也是一个巧字 关于白真上神的绯闻 四海八荒的神仙 几乎都有所耳闻 谁让如此俊美的一位男仙 不曾对女子动心 不仅如此还整日与这岩上神力歪在一起 大家也觉得 这位俊美无双的男仙眼光应该很高 毕竟家里可是有名叶四海八荒美人谱 前三的两位爵士美人儿的 所以 当中湖山的秦基放出话来说 生生世世只信约青秋白家的白真上神时 四海八荒的神仙 倒真的是被这女子不晓得震惊了一把 此后 关于这件事的传言 虽然对于大家都心知肚明 可在尊神面前 到底也没有人敢议论什么 直到上一次白浅上神 与依华太子大婚那日 或许是怕久不下山的墨渊上神 觉得等待的时间无趣 四命连诵这两个最不怕死又最八卦的神仙 打去起了青秋的白真上神 也正是因此一遭 四海八荒的神仙 这也是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 第一次聊起了关于白真上神的八卦 俗话说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这不 有了白浅上神大婚那日的经历 这一次 青秋的冰藏之礼又是众仙迎集 耶华君因为大婚那日未曾亲自迎娶新娘 故而错过了好多精彩分成的场面 这一次 他被白浅上神一大早的拉了过来 百无聊赖之际 四周虽然可以压低 但却又自自清晰的议论声 传入了耶华君耳朵里 这个平时板正一丝不苟的神君 在今日热情的氛围中沉睡 已经的好奇心到底是苏醒了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